在正式开启草原的学习之前,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整个单元。 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,我们一起看一看单元岛屿。 背起行装出发吧,去触摸山川湖海的心跳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老师,我觉得这句话是告诉我们,要走进自然, 用眼、用耳、用手、用心去触摸自然,感受自然的和谐、丰富和美好。 那在语文学习中,我们如何去触摸自然呢? 是的,我们可以通过课文的学习和习作的练习去触摸自然。 那这个单元的课文,我们要怎么学?习作要怎么写呢? 一起来看看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。 这个单元的学习,我们就是要运用从所读的内容想开去的阅读策略, 去体会作者是如何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, 把景物写得具体可感,进而表达对自然的赞美之情, 感悟人生哲思的。 然后学以致用,在习作时发挥想象, 把重点部分写得详细一些。 了解了整个单元,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老舍先生走进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吧。 说起老舍,相信同学们并不陌生。 那提到老舍,你会想到哪些信息呢? 你们看,有的同学想到老舍原名舒庆春, 自舍语,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, 他还获得过人民艺术家的称号。 还有的同学想到,学过的课文, 他像一棵挺拖的树, 读过的小说《四世同堂》, 看过的话剧《茶馆》。 当然,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老舍, 还可以去查查他的生平经历呀, 还有名人对他的评价呀,等等等等。 了解了作者,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。 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, 注意读准字音,读通句子。 好,课文读完了。 那这些词语你能读准确吗?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 绿毯,线条,柔美,惊叹,回味,洒脱,衣裳,彩虹, 马蹄,乐趣,礼貌,拘束,举杯,热乎乎,感人,会心,微笑,目的地。 同学们,在这些词语中, 有一些读音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。 一起来看,目的地后面两个变红的字是多音字, 在这里都要读地,我们一起来读一读,目的地。 再来看,拘束的树它是一个翘舌音, 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,一起来读一读,拘束。 再来读读下面两个词,结束,一束花。 在这一刻呀,还有一些生字是需要我们会写的。 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这几个字的字形。 在书写上,你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吗? 有一个同学呀,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, 这个V字的写法。 你们看,V中间的几,最后一笔是横折题。 几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横,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写上哦。 学习了生字新词,那接下来,就让我们默读课文,想一想,课文描绘了几幅画面。 你能试着给每幅画起个名字吗? 我们一起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。 老师,读完课文,我脑海中浮现了三幅画面。 第一幅画面是第一自然段,第一自然段有一个关键词是草原, 而且整个自然段都在写草原的景色, 所以我给这幅画面记得小标题是草原风光图。 第二幅画面是第二到第三自然段,第二自然段有一个关键词是欢迎远课。 第三自然段也写很多人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, 然后从欢呼我们也能看出大家特别开心, 所以我给第二幅画面起的小标题是洗迎远课图。 第三幅画面是第四到第五自然段, 这两个自然段主要写主人准备了很多美食和节目款待客人, 客人也在歌在舞,所以我给他起的小标题是主课连欢图。 同学们,你们看,这位同学抓住关键词句概括小标题, 又清晰又简洁。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一起走进草原风光图, 一起来看自学提示。 莫读课文第一自然段, 用横线画出直接描写草原景色的语句, 想象作者所描绘的画面在感受深的地方简单批注。 好,开始自学吧。 好,同学们,对照大屏幕看一看, 这些直接描写草原景色的语句你画对了吗? 如果画对了,就给自己点个赞, 如果没有画对,就对照大屏幕进行定证。 同学们,这么多描写草原景色的语句, 哪一句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? 我们一起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。 同学们,你们看, 这位同学抓住关键词语, 读出了草原, 绿意盎然, 优远辽阔之美。 那什么叫并不茫茫呢? 同学们,你们看, 这位同学解释得有理有据, 老师听明白了, 相信屏幕前的你也听明白了吧。 那在这并不茫茫的草原上, 作者都描写了哪些景物呢? 是的,你们看, 有小秋,平地, 羊群,骏马和大牛。 那作者是如何把这些景物写具体的呢? 你发现了吗? 老师,这句话里, 作者把羊群比作白色的大花, 把草原比作无边的绿毯。 草是绿的, 羊群是白的, 在明朗的天空下, 一切真是太美了。 老师, 这句话中, 作者把草原美景, 比喻成只用绿色渲染, 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, 感觉特别美。 哎, 这个渲染和勾勒是什么意思呀? 老师, 我记得美术课上老师讲过, 渲染是国画的一种画法, 就是用水墨或淡淡的颜色涂抹画面, 加强艺术效果。 勾勒就是用线条画出要画的景或者雾的轮廓。 同学们, 你们看, 这就是运用了渲染技法的中国画, 而这幅画就使用了勾勒的技法。 那你发现了吗? 把草原美景比喻成只用绿色渲染, 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, 这样表达有什么好处呀? 老师, 我觉得作者把草原美景比喻成只用绿色渲染, 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, 特别形象, 让我仿佛看到了小秋脆色欲流, 轻轻流入云记的样子。 是啊, 同学们, 你们看, 这样比喻把小秋连绵起伏, 远远放去, 柔缓的没有界线的特点, 写得多生动啊。 那同学们, 你们想过吗? 老蛇怎么就能由羊群想到白色的大花, 由草原想到无边的绿毯, 由小秋想到中国画的呢? 老师, 因为羊毛是白色的, 而且卷卷的, 许多羊凑在一起, 从远处看就很像白色的大花。 草原一望无际, 远远望去全都是绿色, 而且还很平坦, 特别像毯子。 小秋呢, 线条很柔美, 远远望去和白云相接, 就像要流到云里去, 这就很像只用绿色渲染, 不用墨线勾勾勒的中国画。 同学们, 你们看, 在写景的时候, 如果能够抓住颜色呀, 大小啊, 形状啊, 等等方面的特点, 去大胆想象, 我们就可以把景物写得具体可感, 让读者如见其景。 那, 在这画面里, 你仿佛看见了什么? 你能仿照老舍先生的样子, 说一说吗? 老师, 我觉得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洋, 羊群就像白色的浪花。 老师, 那绿色的小秋, 淡绿, 浅绿, 深绿, 就像给无边无际的草原, 穿上了水波纹的衣裳。 老师, 我觉得那河流就像一条银色的项链, 如宝石一般镶嵌在草原身上。 同学们, 你们看, 这几位同学把草地形容成绿色的海洋, 由羊群想象成白色的浪花, 把小秋想象成水波纹的衣裳, 把河流想象成银色的项链, 多美啊! 像这样充分发挥想象, 你也可以像老舍先生一样, 把景色写得这么美。 那接下来, 我们就把刚才体会到的草原的美, 送到朗读中去吧。 在天底下一壁千里而并不茫茫, 四面都有小秋, 平地是绿的, 小秋也是绿的。 羊群一会儿上了小秋, 一会儿又下来, 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, 绣上了白色的大花。 那些小秋的线条是那么柔美, 就像只用绿色渲染, 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, 到处脆色欲流, 轻轻流入云际。 好美啊! 那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之中, 你有怎样的感受呢? 老师, 我想放声歌唱, 还想尽情舞蹈。 老师, 我想弹奏一首优美的乐曲。 老师, 我想朗诵一首草原的赞美诗。 那作者呢, 他有怎样的感受, 一起来读一读。 这种境界, 既使人惊叹, 又叫人舒服, 既愿久力四望, 又想坐下, 低吟一首奇力的小诗。 既使人惊叹, 又叫人舒服, 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? 老师, 作者第一次看到草原, 而草原又是那么辽阔, 那么美, 这让他觉得很震撼, 所以他感到惊叹, 之后他走进草原, 呼吸清新的空气, 静静地欣赏草原的美, 所以感觉特别舒服。 这位同学走进这种境界之中了。 那同学们, 你们看, 第一次燃断除了这句话, 还有哪些语句, 也是写作者感受的吗? 老师, 使我总想高歌一曲, 表示我满心的愉快, 这句话也是写作者感受的。 那同学们, 你们看看这两个变红的词, 你有什么疑问吗? 对呀, 为什么作者刚开始想要高歌一曲, 而到后来, 只想低吟一首奇力的小诗了呢? 老师, 我觉得作者刚刚进入草原的时候, 因为是第一次看见草原, 特别激动, 特别兴奋, 所以想高歌一曲, 后来慢慢深入草原之后, 他已经陶醉在美景中了, 所以这时候, 他只想低吟一首小诗。 同学们, 你们看, 这位同学走进作者的心里了, 那同学们, 作者笔下的景已经写得非常美了, 那我们把这些感受去掉好不好呀? 相信很多同学都摇头, 表示不同意, 觉得去掉了, 景就没有那么美了。 是啊, 情音景声, 景音情美, 去掉了感受, 景真的就没有那么美, 也就描写不出这种境界了。 所以同学们, 你们看, 写景的时候, 既要写眼睛看到的, 还要写心里感受到的, 这样情景交融, 浑然一体, 文章才更富有感染力。 那我们以前学过的课文中, 还有哪些在描写景物的过程中, 融入了作者的感受呢?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呀? 老师, 我记得白鹿中有一句话, 白鹿实在是一首诗, 一首运在骨子里的散文诗。 这句话就是写作者感受的, 读了这句话, 让我感觉白鹿更美了。 是啊, 融入了感受, 作者对白鹿的喜爱和赞美之情, 更突出了。 那在其他课文中, 你遇到过这样的写法吗? 老师, 月是故乡名中, 我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, 无论如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, 不管我离开故乡多远, 我的心立刻就飞回去了。 我的小月亮, 我永远忘不掉你, 这段话也是写作者感受的。 读了这段话, 我更感受到作者对家乡月亮的喜爱之情。 是啊, 字里行间满满都是作者的思乡之情。 同学们, 你们看, 情景交融, 景更美, 情更浓, 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呀。 那接下来, 我们就试着把第一自然段背下来吧。 这么长的一段话, 怎么才能背得又快又好呢? 你有什么小妙招吗? 老师, 我有一个办法, 这个自然段是写景的,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段话都写了哪些景物, 是要什么顺序写的, 然后列一个提纲, 之后就着这个提纲背诵课文。 真是个好办法, 那我们一起梳理一下这个自然段的内容吧。 你们看, 这个自然段先写我看到了草原, 然后写天空, 接着写天底下, 天底下写了小秋、平地、羊群、骏马和大牛。 你们看, 提纲就出来了。 那我们借助这个提纲背背第一自然段吧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。 同学们你们看 借助这个提纲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快 更好的背诵课文呢 这节课我们跟随老舍先生 一起欣赏了一辈千里的草原风光 不仅发现了在写景中 发挥想象的神奇效果 而且还充分体会了 情景交融这种写法的好处 希望同学们在习作中 能够学以致用这些方法 相信你笔下的景物 也一定会如此的灵动鲜活 今天的作业是 一 看拼音写词语 二 背诵草原第一自然段 同学们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是啊 猛汉情深 何人别 天涯碧草 化斜阳 那你从哪些地方 能够体会到猛汉情深呢 下节课我们将一起进行深入探究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也不知道 然后 y 骄